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金鸡奖公布提名名单后 立即激起千层浪 看到提名的名单后 网友们直呼不可思议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 本届金鸡奖很有可能是最具争议的一届 在关注提名的时候 很多网友都忍不住 王一博会获得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吗 其实 看业内人士对他的评价就知道了 各位读者 你们怎么看呢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 第37届金鸡奖提名名单揭开神秘面纱 最受瞩目的是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单 王一博凭借热烈提名 沈腾凭借《飞驰人生2》提名 林宝宜凭借《白日之下》提名 金巴凭借《雪豹》提名 彭玉畅凭借《我们一起摇太阳》提名 雷佳音凭借《第20条》提名 看到这份提名名单后 王一博提名金鸡奖最佳男主角话题瞬间登上热搜 引起网友激烈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 网上出现两种声音 第一种声音 王一博的粉丝纷纷送出祝福 因为这是王一博第二次提名金鸡奖 这绝对是对王一博的肯定 另一种声音 有网友认为 王一博凭借热烈提名《最佳男主角》 似乎不合适 因为这部电影的一番是黄博 这样的言论出现 王一博似乎被回旋标扎中了 白玉兰奖公布入围名单时 王阳凭借《追风者》入围最佳男主角 而一番王一博却没有入围 这直接引起粉丝们的不满 幸好剧组及时做出回复 偷奖行为并不存在 追风者官方给王一博和王阳 都申报白玉兰奖 可是在第二轮投票中 王一博没能入围 也就是说 最终的名单并不是演员 或者剧方可以干涉的 我们可以看到 黄博一番没有提名 王一博却提名引起巨大的争议 粉丝们立即开始解释 其实在公开场合热烈的导演 大鹏曾表示 先有的王一博 后有的热烈 也就是会说 这部电影就是为王一博量身定制的 而将黄博的名字放在前面 是为了表示尊重 当事情解释清楚之后 网友们开始讨论 王一博获得金鸡奖 最佳男主角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们可以看到 张义凭借悬崖之上 获得第34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朱一龙凭借人生大事 获得第35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梁朝伟凭借无名 获得第36届最佳男主角 从获奖名单上看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最终获奖的作品 一部要有传播度和热度 在本届提名名单中 林宝怡和金巴的热度和关注度比较低 所以获得最佳男主角的可能性不大 而剩下四部电影 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热度 如果从票房上看 沈腾和雷佳音获奖的概率更大 毕竟玛丽已经凭借第20条 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但从业内人士的评价上看 王一博的获奖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业内人士对王一博的评价是 我觉得最惊喜的就是王一博的表演 我觉得他的表演让我觉得不是在表演 而是在呼吸和生活 其实在表演领域有一个术语 叫本色当行 就等同于这个角色和表演中 构成一种非常默契的一个结构关系 从业内人士对王一博的评价上看 他们认为王一博的演技符合角色本身 是认认真真的研究角色 而不是演角色 这两年 王一博有多部作品与我们见面 王一博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 今年各大奖项都公布入围名单 我们可以发现 现在官方非常重视青年演员 各大奖项都在向青年倾斜 而金鸡奖真的很不错 给演技好的新人提供机会 综合考虑 王一博获得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概率非常大 各位读者 你们怎么看呢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的新闻资讯